其實每一百公尺 每一百公尺的推進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整個能量等等 好像就一直在回升回升回升 我是徐培怡 然後我現在是在巴默Sports一起運動 因為我一直都在這個體育的媒體裡面 然後沒有規律的運動 我覺得很說不過去 然後一直都在工作忙碌當中 然後所以後來覺得開始跑步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提升自己 身體的健康狀況啦 體能啦等等 而且其實我覺得 運動可以讓自己更快樂 所以開始投入 在國外跑過路跑活動 然後我大概都是半程馬拉松 然後我覺得可以藉此 可以看一下其他不同城市的風暴 而且是用雙腳的方式 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覺得參加路跑 不管幾公里 五公里 十公里 或是半程馬拉松 全程馬拉松 其實一定都要做足準備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要用意志力去征服 意志力可能可以征服 一次 兩次 三次 可能到第四次可能就會受傷了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在體能上面 或是跑量上面 或是機力的訓練 其實都要做得充足 不要想著說我要用就是 我心情可以 我的那個念力很夠 然後就把它跑完 通常那樣結束之後 受傷機率很大 有兩個東西我覺得一定要 第一個是手機是安全感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是 在練習的時候 其實如果說你聽音樂的話 是可以幫助你舒緩 不管是心情啦 或是有一些節奏 其實很有趣 像是我會先從那個 每一年的葛萊美的那個精選 裡面去找 就是葛萊美獎得獎者 然後我喜歡聽很多的合集 對 然後會說有一些樂團的 對 他們都會有一些 比較輕快的東西 我很喜歡Sony SP700這個運動耳機 主要是它音質真的很好 因為畢竟有時候佩戴時間 會超過半小時以上 然後還有一個我很推薦 就是你透過App來控制的話 可以有不同的音場模式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那另外是它真的沒有線 像有很多這個說無線的話 可是後面可能還是有連接一條線 那這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例如說 有時候你要綁頭髮啦 然後或是一半你想要擦汗 拉衣領等等 其實都完全不會影響到 那因為它是完全貼服的 所以你在激烈運動 像是跑步的時候也不會脫落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像有時候 我們運動過後會流汗 有很大量的汗 或是說遇到下雨的狀況 那因為它是綁潑水的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 如果你想沉浸在音樂世界裡的話 你可以調成降噪模式 但如果是在戶外運動的話 安全起見 你又可以調成環境音的模式 非常方便 好就是跑步給我最大影響 兩個層面 一個是有關身體的 其實跑步之後 我會更了解自己的身體的狀況 甚至會希望讓跑步運動 更上一層樓 所以會開始訓練等等 那你會更加注意自己身體 各個部位 好希望它更加強壯 那第二個我覺得是 是在心靈層面的 其實這感受性是很強大 例如說 剛剛你心情低落 或是忙完一天之後 你只要換上鞋子 開門 然後跑出去 其實每一百公尺 每一百公尺的推進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的 不管是心理狀況啦 整個能量等等 好像就一直在回升回升回升 其實也不用多 你五公里跑完回來之後 你就會發覺 好像全部心靈都被就是補滿了 然後力量都充足了回來 是非常開心 所以我覺得是在身體跟心靈方面 都有很大的保障